来看一宗罪案 一个警长怀疑是爱上了女善人 其后串谋贩毒 涉款达到1600万 桥段可以拍成电影 张家辉那些善人三知 贩毒风云 这个警长说被称 有很多模范公职 曾经屡获加许 还有二份不知这个女善人是否多美女 还是怎样 纯粹借助这个女善人 帮她散货 为什么有毒品 原来是调查一宗300公斤的冰毒案 其中乘机取走25公斤 这里要计算 也十二份之一 这个25公斤十二份之一 也有1600万个市值 其后就被这个女善人 去散货 还挺当刻的 事后 警方 在另一宗案件 在尖沙的酒店进行 调查时 发现这个女善人 而警长 也都以这个访门卡 开门 两人双双被捕 应该就是 不知是什么贩毒组还是什么贩克组 重案组 踢斗 踢中了这个房间 不知是不是人装并获 那女善人 当场是被捕的 而警察未散场时 这个警长竟然用一个访门卡 就拍卡开门 一开 那女儿在 一刹警察在 你干什么 站定 别动 一调查 两人一起被捕 警长和善人在今天20号高等法院认罪 而警长期后求情 也没有特别 要求减刑 女善人也用家庭的状况 他好像判得轻过警长 警长判到23年 下面再说 法官就指这个警长在 掃毒行动中竟然 施吞毒品 严重违反警队的诚信 警方对他的信任 应该是要加刑 即是直接加刑 不是和你减刑 所以他也没有求情 而女善人 是实际的一个贩毒者 所以女善人是囚16年半的 都不少 这个警长最终判23年10个月的 我们看看有没有写到多少钱 在下面再看看 23年10个月 我记得他说1996年加入警队 如果96年当时 20岁 0616年 现在已经40岁了 现在应该45岁了 当他20岁入学堂 你当40岁啦 当齐头40岁 45岁 他坐23年 出来68岁 出来退休 45岁了 男被告许诗汉 前警署警长 女被告黄若南 32岁 坐16年出来48 当然不是坐足扣减 出来60多岁 女的也40多 2020年期间 犯案被指 非法串谋贩毒 当时2020年驻守西九总区 反黑组警署警长 也很厉害 但有时 太多引诱 做警察不是那么简单 能够一直 升上去 也有种叫挖头进士 即是他升尽 升尽又不知道 博什么 你怎么博都没得再升 再升你要去读书 有很多几十岁还读什么书 是吧 就当时是时沙 俗称 在 300公斤的案件 自己偷走了 25公斤 同年5月 当时4月28 也是不久 警方在帝院酒店查房 查到这间房 当时的女儿在房间 是140粒 140粒 140粒 糖 16万现金 和一个上锁甲慢 当时王在房间 但没有应警方要求打开甲慢 王对甲慢的毒品报清不知情 警方要求职员开锁搜出152克的冰毒 我们看看 他实际 去到 多少克呢 他们实际的1600 是24万克 如果这里就是 152克 你自己脱一脱 2万多克 他这个是1850多克 也有十几万货 他那里 因为在说1600万 真是 夸张 落格落 十二分之一 也有1600 你想想 搜到那批300公斤冰毒 真夸张 今天最惨的就是 这个警长 又 神推鬼拱又回到房间 开门 拍卡 然后开门 一开 人装并获 警方当时立刻手伸 发现这个警长 身上 藏有两包 接近2000克冰毒 看我二万多克 现在是2000克 大概是十几分之一 那里有八几万 就是一些叫茶包的物体 就是一包包 包装与 早前上海街检获的毒品是相同的 还有10万元现金 还有五部手机 而且竟然又有 他女儿的身份证 在警长身上手上 解释这些茶包是他女儿送给他 大家斗射绑 警方其后 调查发现 这个警长其实是负责着 一宗毒品案 他还有一个斗在九龙那边 就是用来行动用 他和另一个警员有单位的锁匙 警方在他的斗 就是踢到一些 毒品 有23包 每包是22克的 那些茶包冰毒 又是400多克 400多克 真是夸张 这个警长其后辩称 那些毒品是他女儿的 因为他是他善人 自己不喜欢喝茶 所以善人就送茶包给他 他女儿不喜欢喝茶 没想到这些茶包原来是毒品 试图这样推卸责任 但是他是先后四次 去过这个酒店找他的女儿 在被捕当日 他便称 因为拿了女儿的身份证 于是要截反回酒店 当然没有 你身上搜到一堆毒品 还有有10万元的现金 这些现金又用来做什么呢 他说是他那宗案件行动 要用的一些钱 又是那句 法官信不信你 跟法官说 还有闭路电视显示 这个警长 是检获上海街毒品翌日 曾经 有两个行李箱 搬到他女儿的车上 又拍到闭路 这个警长 把两个行李箱 搬到他女儿的车上 那是什么呢 大家自己猜猜 那之后在那几天期间 29到 下个月6号 其实也不足一个礼拜 多次进出九龙的斗 综合以上案情 两个被告 被控串谋贩毒 去到24,600多黑病毒 市值是1600 真是夸张 可以拍成一部戏 这个 看看会不会有人改编成一部戏 那个女主角 看看Casting 找谁去做 要漂亮的 要漂亮的 带小悲惨家庭故事 因为这女儿的背景是 破碎家庭 至少被遗弃的 还在14岁那一年 还可以有个童星去演 演了14岁 在母亲 介绍之下接触毒品 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砍一份 在求情的时候是用这些去作求情 因为至少被遗弃和悲惨的成长 一直渴望得到一种爱和安稳的家 但当时是和警长相恋的 亦都 自己主观相信 是可以和警长组成一个美满家庭 所以才答应和警长犯案 似乎大家就斗射了 那个警长又说 不知道那些毒品的女儿 不懂的 黏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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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 那女儿又说 我相信她 以为她会让家庭温暖我 傻天真地和她犯案 法官信不信你们 但那女儿是减了16年 她不用坐20岁都会执赢 那那个警长就没有 没得减之余 还执赢 那个法官说 最后就说深感后悔 她说很想念自己7岁女儿 自己还有个女儿 7岁 就说 现在要坐牢 没能够见证女儿成长 已经是最大惩罚 就以这作为求情理由 而男那边警长 是已婚的 45岁96年加入警队 08年 大约12年之后 升上时沙 获奖无数 很多家序 辩方形容这个警长是 是无犯公职的 亦都明白 他已经是违反诚信 和令警队蒙羞 所以 所以就不作任何 不作任何求情减刑的 新变 判断 这个警长也同意 如果他不是警员身份 根本没办法 参与这宗 毒品案 所以 他知道 是很严重的一件事 希望他可以与家人 和警队的同事道歉 作为这样的求情理由 不求情 反而可能还获得求情 但是 法官也强调 不会有任何减刑 亦因为 知法犯法 所以 是一个家刑的理由 还有 警长判23年 10个月 他扣了 坐了多久 坐了18年 18年一条好汉 那女儿可能 16年半 他坐不坐了12年 有时 想起也挺惊人的 45岁 突然犯了一宗案 进去坐到 变了老人家 老婆都没有了 老婆子女 人面全非 23年之后 当你18年 18年出回来 63岁 已经人生晚年 其实45岁 步入过中老年 45到60岁 是很重要的 怎样去 调整你的身体 怎样令自己 减慢的衰老 各种各样 如果进去坐牢 当然不要受 又吃那些 监房的饭 或者很多压力 你不知道遇到什么人 又失去自由 流流长 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又不是同情他 我只是跳出一个45岁的人 要你坐监坐 你当扣了 不要扣多少 坐23年 是吧 那件事 你想起到 但是当然 他们知法犯法 就预计了 要赚钱 又是不知道 那个女线人 有什么 吸引到他 还是 没有的 纯粹说 你什么女 总之你帮我 找到钱 是否给假希望又怎样 那条女 因为 支离破碎的成长 会不会又是 你给她希望 她要 至少破碎家庭 和从事被遗弃 14岁那一年 在母亲的介绍下 接触毒品 即是母亲也是在撒过 撒过 然后 会不会这样 在14岁已经是 高级这些东西 有时 社会有很多 不同的故事 每一个角落都有 可能是感人 也有可能 不为人知的 一段段 即是可以拍成电影的 不同故事 这一宗 看看大家有怎样看 警长 竟然说 怀疑是暖上了 女线人 知法犯法 串谋 竟然偷了一些毒品 被女线人卖 这完全是电影桥段 如果听到这一帮手 按个订阅 看看你又有什么 观点角度 对这一宗新闻 不妨留着自然救下 并且 恳请可以按个订阅 支持一下 好不好 喝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吴